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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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發生在 長安的黏膜 或者是黏膜的第二層 黏膜層或者是黏膜下層 發生在這兩層之後 它黏膜下層 就要去管 所以 有渠揚之後 它很容易導致 第一 輻射 第二部份是因為有血管 選了血管 它容易出血 第三 因為要輻射 要出血 它很容易吐痛 做了很多研究發覺 這個病本身跟 危存 家人有 第二是 壓力 壓力太多 跟環境因素 跟衍生因素 這些因素都有關係 這些因素 導致了 免藥系統失調 導致免藥系統失調 自身免藥系統 影響了廠的細膜 溃揚炎 是增加了新打廠的風險 增加了新打廠的風險 溃揚跟腸胃炎有很大的分別 一般的腸胃炎 是因為 可能是吃得不適 或者是細菌感染 或者是病毒 在腸胃炎 有些發炎 之後導致複射 通常我們說 腸胃炎是短的 兩三天 一兩天 或者是最多一個星期 但是溃揚跟腸胃炎有很多不同 不過我們說 如果這種情況持續 超過六個星期 我們推薦他 應該去看醫生去做檢查 因為很多腸胃病 都會有複射 複糖的情況 不過如果持續更長時間 很容易懷疑他 有可能去腸胃炎 那怎麼辦呢 我們要做檢查 我們推薦他做廠警 或者是做備餐 做ex-ground警察 那一看就知道